宜蘭市绿酒市场是民众采买食材的重要管道 为了提高防疫水准 工作人员穿起水蓝色的防护衣 再戴上口罩 背起消毒水箱 全副武装 宜蘭市长江聪渊特别检视安全性 要万无一失 维护宜蘭市公有市场 防疫期间的环境卫生与整洁 市长总动员 防疫一起来 赞 就是说只要我们市长可以让大家安心 来这里的食材是好的 应该现在大家 这个病毒里面都是放弯弯就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市长有这个疑问 提供最好的食材 让我们的乡亲来采贡 如果买回家 大家家庭 做饭吃饭这种的时间 会增加出来 不像说以前大家都很忙碌 有的上班的 有的办法当的 有的做饭客 结果又回来 都水人吃 所以啊 偏便在外面 一些共同实用的这个时候 所以回来我们这个 处来 是大家一个天伦 用餐的时间 所以啊 我们今天特别请文教书 来给我们教一些 我们市长要成立 这些基本的 这个作业的地式 尤其啊 我们就叫市长通风真好 啊 再来啊 东山真顺强 啊 再来啊就是说啊 我们的服务啊 都很亲切 所以啊 这是我们乡亲最好 选择的一个 这个市长 不管啊 里面所有的食品 啊 所有的买用的 包括民生用品啊 都可以 哦 让我们的乡亲 做到最好的选择 漫年哦 到现在哦 可以说是大家哦 人心惶惶啦 啊 但是吃东西 往哪儿一定会吃啦 一天三天一定会吃啦 所以说我们工程的市长 啊 非常 啊 会这个 关心 啊 食的问题啦 啊 吃要吃得健康 啊 有的现在说 陈天外期 但是也是一定要吃 所以说传统市长 这方面的 就要很重视 这个卫生这方面的 我们的旧市长 本来在做的 就很卫生的 家庭和公道 啊 这个 要跟这个疫情 啊 来做一个连结 啊 所以说 今天工程的市长 又特别 来做这个消毒 方便的一个示范 让我们问一个团乡 会等这个消费者 来买名 是更加放心啦 伊兰市公所 为了让民众 可以安心逛传统市场 特别邀请伊兰大学 生物技术与动物科学系 副教授黄世哲 在绿酒市场 进行环境消毒教学 向市场摊商业者 说明使用消毒水 尽量的制作和安全的比例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需要做的这个事情 那其次呢 在疫情非常严峻的 这种状态下 我们再去做消毒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我们在任何的这个消毒 的这种作业下 那我准备了两套的 这个防护衣 也就是说 负责清洁消毒的 你一定要穿上这个防护衣 随后来到摊位进行示范 主办单位选择 在最常把食材 放在摊架上的猪肉摊 由老师说明 如何使用消毒水 在市场的这个摊商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这样子去喷洒 那因为这个浓度呢 我们必须要让它 作用一段时间 如果直接用100ppm 其实它的防护效果 其实是最好的 在摊架上的消毒水 三分钟之后擦拭干净 就是正确的做法 此外摊架下 和走道一带 则是直接喷洒消毒水 就可以了 一轮市长江松渊表示 疫情期间 民众自家开火的机会大增 公有市场是市民朋友 最常选购食材的公共空间 维护市场的环境安全 让消费者可以安心购物 市工所与所有摊商 则无旁贷 如果没喷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个濕的抹水 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的抹布 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的抹布 大概擦一下 多oms 可以用这个湿的抹布